肖战工作室发图了,肖战这次敏兰之型的造型图 古时品牌代言人肖战,鞋品牌创意总监Spartan Day Cerno 设计的带有名字缩写,XD字样的定制款旅行包 搭配古时Revive系列运动鞋亮相,继承敏兰时装周 肖战这颜值,这身材,这镜头感,以及对时尚的诠释太好看了 随后又发出肖战身着拓得42024年秋冬系列款 惊险意识磨灯之风,让我们敬请期待肖战再次闪耀米兰 肖战米兰时装周,古时和托德斯两组品牌形象照 哪一组表现更好更浓帅到你心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艺人也不例外 肖战从坦言表示,微月长的穿着,无需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这简短的发言,却隐藏着他对于私生活的深深渴望 肖战今月将再度征战米兰 该消息传出去之后,官方就及时发门 呼吁大家不要进行接机送机的行为 同时告诉大家,肖战将走机场的YP通道 言下之意就是大家也见不到他,就不要飞进去机场了 虽然早早呼吁,但是奈何于事无补 多路代拍和私生粉,早就算好了 他会选择晚上的航班出行,一早就在机场守候他的到来 肖战,作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明星之一 他的每次出行都会引起轰动 然而,他的低调和谦逊让他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 深受大众喜爱 凌晨时分,肖战现身机场,准备启程前往时装周 他的出现立刻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众多跟拍和狗仔为追堵截,希望能够捕捉到他的每一个瞬间 当肖战出现在机场的那一刻,他就暴露在镜头之下 他的行程和穿搭就出现在网络上面 只见肖战已经打扮得足够低调,黑衣黑裤但是奈何外形太过优秀 在人群中还是被一眼认出 刚进入机场大厅那一刻,情形还算正常 因为昨天的倡议书起了作用 私生和带拍听劝了不再来拍摄了 结果没有想到没走几步 肖战便被拿着长枪短炮 还有手机的私生和带拍围堵的走不了路 他们高举着手机拼命地朝肖战挤了过去 丝毫不顾及路人和肖战的安全 肖战背起的寸步难行 肖战一直以他的亲和力和真诚待人著称 面对如此阵仗,他没有露出丝毫的不悦和不耐烦 而是始终保持着微笑与粉丝互动 然而,随着围观的粉丝和媒体的增多 机场的秩序开始受到影响 一些粉跟拍为了更接近肖战 为了拍到肖战更近距离的照片牟利 不顾安全地往前拥挤 给机场的安全带来了威胁 虽然工作人员极力劝阻 但与他们却置若网闻 这种情况让好脾气的肖战也发了火 不再压抑大声冲他们咆哮 问他们听得懂话吗 往前走在干嘛,有没有秩序 肖战的这一举动 再次展现了他的高情伤和责任心 这些私生和待拍见肖战真的发了火 便让出了一条路不再向前拥挤 让肖战他们得以顺利通过 就在肖战快步上楼梯的时候 还听到几个讨厌的女生说 不要这样吗 那么凶,真的是让人无语了 众所周知 肖战只出了名的好脾气 了解他的粉丝都知道 在肖战前一天发微博 呼吁大家不要蹲守了 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 当时就有不少粉丝表示 能让好脾气的肖战 说出尊重自己的话 已经触及到他的逆龄和底线了 再加上早早呼吁不让接机 注意公共场合秩序 结果他们还是为了流量和金钱 一股脑地冲上去 拿着手机围堵直播 也难怪肖战气地提高声音 对私生和待拍咆哮 话说 就这些私生和待拍 你们让他怎么办 二十多度的天气 裹了一个大名袄 房车都要用塑料布给包起来 还想他做到哪一步呢 换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 这种天天被围堵的事情 围堵他不要紧 他害怕的是 给剧组的工作人员惹麻烦 怕的是在公共场合影响他人 看看这一个个的趴在地上 为了钱和流量 把一个人逼得 没有一点的个人空间 还是那句话 尊重他人 也尊重自己 在合适的场合相见吧 如今的肖战 已经被托德斯官宣 即将前往米兰时装周看秀 这些待拍们 难道还有本事跟去米兰吗 不过是在自己可以到往的环境中 为难肖战罢了 也不需要黑子们造谣 敦守的都是粉丝 是粉丝不理直追星 企图给肖战粉丝泼脏水了 看看他们对待肖战的态度和逼迫 那能是粉丝吗 娱乐圈的粉集确实好认领 社交平台点赞 逛个超话就能直接被冠以粉丝的帽子 只不过那群为了赚钱 可以逼得肖战在二十多度的天气里 穿着羽绒服的 算那门子粉丝 不过是一群职业待拍罢了 打着所谓的想见肖战 实际上不过是想拍肖战 随后买高价罢了 肖战连续两年被两大奢牌 共同邀请参加国际时装周 诸无疑是其在时尚界地位的最好证明 东方魅力即将再度绽放 对顾肖战去年的欧洲之旅 其独特的气质和优雅的举止 给人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也赢得了众多时尚圈人士的赞誉 特别是其在海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展现 更是赢得好评无数 今年就在大家纷纷猜测 校战还有没有时间再去米兰国际时装周上 绽放东方魅力的时候 目前托德斯和古池两家的邀请函已经收到 将会前往米兰参加活动 这唯一是一个令人兴奋和振奋的消息 也不出所料地再次引发了广大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和期待 此今此景可以预见的是 肖战必定会继续在时尚界大奉异彩 再次为大家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据行肖战 海外大屏议员盛大开启 在米兰的繁华地段 你转角就能遇到他 米兰议员大屏的话题还登上了热榜高位 参加米兰时装周的名单也已对外公布 都是各国有着一定国际知名度的大明星 在这个巨大的名利场 此刻就是比拼人气的时候 在日韩流大行其道的这十几年 华流也冲出了自己的一条血路 2023米兰时装周时 肖战被光明娱乐称为 米兰时装周里享受着亚洲超狂领域的第一人 狠狠地为中国明星睁了脸 网友总结 肖战的巨星领域有 品牌安排四个保镖贴身保护 三辆奔驰车接送 肖战是唯一一个把私人助理化妆师 经纪人和四个保镖带进秀场的明星 两场看秀均在CEO身侧 在最尊贵的主咖位 肖战全部超级手穿 两大高射皆为手写邀请函 肖战此次活动被包括 美联社 路透社和法新社等 200多家海外主流媒体报道 肖战还登上两个意大利的电视台 肖战此次形成上三个高位市区 14个国家的热搜 微博古时超话爆了 市明星超话有史以来首爆 古池和托德斯两大高奢 提供多套超计划服及珠宝礼箱 送到酒店 供肖战任意挑选 意大利高级手工裁缝上门服务 两体裁衣 肖战探店 集团创始人和副总悉数陪同 托德斯创始人池子 炫耀与亚洲巨星肖战的合照 被广大网友热议 肖战公开行程 所到之处万人空巷 交通悉数瘫痪 肖战定制邪幻 出现在品牌历史博物馆 与欧美巨星和皇室成员 并灭排放 肖战入住宝格丽顶层总统套房 该套房每晚37万人民币 且不对外出售 肖战自然形成 由品牌CEO陪同 且由品牌方私人飞机接送 肖战被邀请参加品牌创始人的家业 这些礼遇哪一个拿出来 不是值得炫耀一辈子的 而肖战就那样轻描淡写的过去了 自己知词未提 2024米兰大秀即将开始 据传时间原因 肖战只能停留一天 期待巨星肖战再次闪耀米兰 9城市肱战 2ència金〰1 1 1 感谢观看